中鋼董座坦承建陳啟祥 特征組鎖定大咖政客 行政院前秘書長林一世 涉嫌為了蒂詠公司和中鋼爐採購合約 向蒂詠負責人陳啟祥鎖會 盛陷風暴的中鋼董事長周若琪 昨天終於打破沉默 我見過陳啟祥本人很早了 在我才回中鋼公司工作的時候 一個是我們的同仁 我們一個技術員說要介紹一個好朋友 所以我們就見過一次面 沒談什麼 只是介紹蒂詠我才曉得這個叫蒂詠公司 第二次就是林前立法委員 他為他選民服務做蒂詠的推薦 大概就這兩次 之後就沒有見過陳啟祥先生 但選民服務的內容為何 他沒有多做說明 至於蒂詠被中鋼斷料 他也做出說明 他這些儲存的堆是在農地 只要他改善和經過環保局的認可 我們才會恢復公料 不過高雄市環保局之前發文中鋼 告知可恢復公料 但中鋼不理會 讓特徵組懷疑林毅市和中鋼聯手 二整巨付八千三百萬匯款的陳啟祥 仍不排除有中鋼高層涉案 另外特徵組昨天第四次